大年三十,镇上所有的铺子都是关着的,他想着这会儿苍修玄应该是在庄子上。 庄子上门房的人一看来的是宋辰,顿时都惊呆了。 宋姑娘,您怎么来了? 我来请家主子去过年,他在哪? 主子早上吃完早餐就回了自己的院子,这会儿应该还在里面。 多谢,我这就去找他。 宋辰点头道谢,然后熟门熟路地往苍修玄的院子去了。 主子,宋姑娘过来了。 苍修玄手上一顿,赶紧把笔拿开。 你说谁来了? 是宋姑娘来了,已经快到您的院子了。 苍一一边说,一边往苍修玄的书案上看过去。 之前他一直不知道主子画的是什么,后来才发现, 主子画的是宋姑娘。 苍修玄第一反应,也是看自己书案上的画。 你在这里看着,我出去。 苍修玄说完,就简单地收拾了一下,便出了书房。 远远的,苍修玄就看到宋辰往这边走过来。 一上午郁闷的心情,瞬间就变好了。 今天你怎么会来? 特意来请你的。 我想着你应该在庄子上,就直接过来了,幸好没有扑空。 我现在在庄子上的时间更多一些,有什么事吗? 急事倒是没有,但是有一件必须要你去的事。 特意请你去我家吃年夜饭,我们晚上吃点新鲜东西,你一定会感兴趣的。 好啊,我去。 那准备准备,我们出发吧。 对了,你知道崔掌柜在哪里吗?我没找到他。 你找他做什么? 苍修玄心中感觉不妙。 果然,宋辰接下来的话让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我也想请他一起去,人多热闹些。 我还请了令威斋的钟掌柜。 苍修玄袖子里的手紧了紧, 他真的很想咆哮啊。 他不想热闹,一点都不想热闹,越不热闹越好。 再不情愿,苍修玄还是让人把崔掌柜也叫去北关村了。 宋辰给他们安排好之后,就去准备晚上要。 齐王,您来得正好。 快些来看看我这幅画,简直是人间极品。 苍修玄走近了一看,岸上摆放的那幅画,的确是极品。 欧阳明的秋风图,李老运气甚好啊,这样的稀奇话都能弄到手。 恭喜李老。 这话呀,确实惊喜,不过齐王绝对想不到我是怎么得到的。 李老如何知道我猜不到,依照李老如今的处境,还能有别人? 齐王才是好运气,好福气啊。 两人虽然都没有点名,可说的是谁都心知肚明。 李温延说到这里,苍修玄脸上的笑更明显了。 他只是他。 李温延明白他的眼下之意,了然欣慰地点了点头。 而后,两人便不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,转而去说些其他的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